前天拍攝過一款 32,800 元 非常多功架的鋼錶鷹勒格 石圈有些石字 今天拍攝這款是否有似層上色 基本上完全一樣 取而代之不用石字 換回一個夜光點 其實不是點 是在字釘上的 青青色的做法也挺過癮 因為現在都沒有這種顏色 基本上夜光本身都是用白色 光有時用青色 或者藍燈 基本上結構也一樣 或者是間隔 那時候我記得它的外圈是兩層 你現在看到都是這樣做 都是有一個好像拼圖 但有兩種不同的打磨處理 裏面那一層有些凸釘出來的 是做了一個拋光 然後外面那一層 其實差不多 那種闊度 剛剛好像二分一介開 就做了一個旋轉的拉沙 錶盤的紋理也一樣 選了兩種 分別是中間有和外圍範圍有不同的做法 寫著天文台 50米 仍然有兩個字在中間的D-Day 天文台 浴 我期望就比較漂亮 鎚 鎚也算 是這樣過得去 做了一個扭空 看到一個日內亞條文的做法 還有中間有一個英雅格的Logo 就是一個地球有少少金的陰影 透底設計也不錯 還有一個快刷扣 還有送一條帶 可以自己方便的換 但我價錢就驚訝到我了 我當時都說錯了 我以為是萬九還是兩萬元 如果只標這個款 原來不是 定價是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元 那隻是三萬二千八 計算數 應該是差不多一倍的價錢 三萬二就一萬六 即是說 只是那個石圈加上裡面的十粒石字 就已經是差不多 隻標一倍的價錢 所以可能在另一個角度看 這隻債標一萬六千多元 那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